大家好啊 就是那个 这个Social Blade这个网站吧 这个我们如果说做一些社交媒体的话 拿来做分析的话 是非常好的一个网站吧 那个就是说呢 他老是打不开了 我尝试了很多IP都打不开 那么比如说你看 像我打开的话就这样子出现那个1020错误啊 他这个错误呢 是说访问被拒绝 那么为什么被拒绝呢 就是因为 他觉得呢 这个网站呢 他采用了一个安全设置服务啊 然后呢 他是保护了他自己那个防范被攻击嘛 他会怀疑这些IP会攻击他 因为这些IP的可能是曾经 曾经被人用过吧 然后呢 就是被人拿去做一些CC攻击啊 或DDoS攻击啊 然后产生这个被这个这家公司啊 Cloud Flare这个公司 这家公司非常有名 这家公司呢 他是做那个 就是CDN就是缓存加速吧 缓存加速 然后还有那座防火墙的 所以说呢 很多网站就是说 他自己没有这种很强大的硬件防火墙 他就是用这家公司的服务作为一个分流的缓存 那么为什么就打不开这网址呢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我们怎么打开了呢 其实呢 我之前看网上说明了 其实也是说没有很好解决办法 就是一个办法就是只有换IP 无论你清空这缓存还是清空什么东西 更改自己电脑设置都没办法的 因为这个就是还IP的原因 这IP是用过老的IP IP的话就是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了 那怎么办呢 我找了很多家服务商啊 比如说那个DigitalOcean 然后还有这种其他的这种运营商吗 都不行 但是呢 有家是非常可靠 就是那家谷歌这家啊 当然这家谷歌这家呢 我之前也说了一些教程呢 就是免费的300美金那个服务器 那么又能免费的让你使用 又能免费的就是访问这个网址 又能合法的访问网址啊 非常的能打开 那么给大家看一下 这非常的一个逻辑吧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谷歌云的一个IP吧 看一下这个啊 谷歌云的IP 这个IP 然后呢 谷歌云的IP呢 就是说这个IP呢 可以打开 我测试了好多个啊 就是这边创建的服务器 然后全部都可以打开 所以说呢 如果说你要想用这个 SocialBread的服务的话 那么你就用这一家的IP 就是谷歌家的IP 谷歌家的IP的话 我觉得为什么他的IP能打开呢 最主要原因是 你用他们家的服务器去攻击别人的话 他本身就有防范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 就造成他的IP就不会别列入黑名单 这一点就非常好 是吧 你看这件 我不是说这边是个缓窗 我可以看一下啊 可以打开吧 我可以点这个 你看都可以打开吧 是吧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小技巧 但是呢 这是一个解决方案嘛 反正呢 就是大家可以用这个谷歌家的 这个免费的服务器 如果说你还有不懂的情况 你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教程吧 我之前也讲过就是怎么去用 怎么去创建服务器 怎么去申请啊 好吧 这就这个非常小的一个技巧 谢谢大家